哈囉 大家好 我是肉肉絲普拉肉汁 給你飽滿多汁的小知識 絲普拉頓官方最近又釋出了很多的消息 這次的新賽季真的是不得了了 那麼我們就接著上次更新的進度再來 趕快幫大家補上吧 事不宜遲 我們趕快開始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 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首先我們先講大條的 雄商會大更新 第一點 翱翔在空中的他子 我去查的時候 最後查到這應該是龍的意思吧 但是在畫面上看起來又很像是一隻飛在空中的鰻魚 又好像有角 看起來是蠻微妙的 根據官方的說法是 擁有巨大且長的身軀 漫步翱搖在空中的新頭目 目前可以知道的情報不明 但感覺上應該是3月上旬登陸的可能性極高 第二點 大型跑又來啦 第二回的大型跑已經確定舉行 開始期間會是在新賽季開始後的 3月4號早八到3月6號的早八 這次大型跑的場地是海女美術大學 場地的部分有稍微做調整 跟真格模式在遊玩起來的時候會有一點不一樣 相信對大家來說會是一個新的體驗 當然上次的大型跑有巨大的橫鋼賞 這次應該是換成了新的頭目的裝飾品 根據第一回的大型跑 前段的5%的名字是137顆金蛋以上 前段的20%是113顆以上 前段的50%是88顆以上 大型跑期間是不會有中間發表的 然而大型跑的特色這邊小提一下 目錄的點數是以1.2倍來做計算的 牛蛋的報酬數量也會比一般的打工來得多 然而如果平常沒有打工習慣的朋友 凡只要參加過一次 都會獲得參加獎就是綠色的裝飾品 獎品的部分有分為裝飾品及徽章 裝飾品就是以前面我們提到的%數來區分 徽章的部分也是分成50%、20%、5% 第三點團隊打工競賽 這次的新功能真的讓我非常震驚與興奮 可以以團隊的形式一起進行比賽 這個跟一起打工不太一樣 根據目前所得到的情報 Wave 數從3場增加到5場 可以看到官方畫面的Wave 1是10顆蛋 到了Wave 5已經是22顆了 這表示到後面如果是傳說等級 蛋數的要求會很高 雖然看起來是跟好友一起打工 但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難度攀升 可以跟35好友一起打拚挑戰 我覺得非常的讚 有你的任天堂 不過老任並沒有解釋說是否一定要4人 或是2人或是3人 這個系統跟二代聯盟系統的概念很像 因為在對戰結束過後 一樣會出現全球金字塔 可以看到自己的團隊在全球或是特定區域的排名 看看自己的團隊在哪一個段位 我跟大家說這個真的會很激勵人心 然而呢 參與這個團隊打工競賽也是會有紀念獎勵貼紙的 同樣是根據段位來區分 第4點 裝備交換功能 對於打工愛好者的朋友來說 相信現在零片已經多到衣櫃放不下了 這個時候到底應該怎麼辦呢 任天堂來幫你想辦法 可以透過零片來交換裝備 使用雄商會出品的武裝在真格模式秀一波時尚吧 然而在補片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個二代的打工服 但其實只有中間兩位的是 其他另外兩位的配色是沒有的 這不一定讓我覺得 到時候一定會復刻二代打工服 而且還會有不一樣的顏色可以交換 然後三代的打工服一定也會更新 老任你真會玩啊 第5點 全新地圖南普拉一世紀 南普拉我在網路上查是泰式魚露 那應該就是魚露遺跡吧 這張地圖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是一個古埃及金字塔的概念 大門左右總立的巨大屋賊 我想應該動用了不少的勞工 就目前的畫面上看起來 感覺上像是稍微短稍微寬的真鏡跨海大橋 中間突出的高台 看起來只能從自家的方向上去 地圖上岩體的部分多了很多 感覺可以嚴防狙擊的進攻 而且腹地也不算太小 對槍上應該是會比較有餘韻 相信會是一張不錯的好圖 非常的期待 第6點 新派生武器 6-1 斯普拉蓄力槍及準心槍聯名 兩把狙擊的配色跟貼紙都超可愛的 真的是有用心在做 雖然我是不擅長使用狙擊 但是我會買來拍照用 真的是很好看 兩把武器的派生是非常有趣 副武器都是搭載斯普拉防護牆 SP是三重龍捲風 我剛開始在想說要水蓮要幹嘛 後來想想不對啊 就是因為現在的環境受到大量4K戰具 這兩把狙擊的搭配沒有辦法相應比較 所以如果水蓮出現了 是否就會讓他們稍稍有更多的機會被使用了呢? 6-2 L3捲管槍D L3一度在二代的後期被大量使用 由於土地效應高一次三發的子彈 機動性不錯 這次副武器搭配水球 SP是斯普拉印章 這一把新派生武器我有一點興趣 先來三流發 然後再補一顆水球 圍擊的時候印章發出 有機會殺出一條血路啊 6-3快速爆破槍裝飾 作為一個討人厭的年腳爆破槍 短的這一把射速算快 附近搭載的是魚雷 SP是背包 這是要讓這一把快速爆破槍當作前線在打嗎? 我已經可以想到有些大佬到時候 一定會拿這一把秀一波做影片了 第七點大廳與熊商會頻道新功能 更新之後在右上角會出現加入頻道的按鈕 目前看起來感覺很像是可以輸入密碼或是防號 就可以合流一起玩了 如果假設真的是這樣 那就真的是大得正啦 由於目前斯普拉頓要共同遊玩 還是要互相加好友 這其實非常的麻煩 因為好友名單有限 然而加好友的方式要花不少時間 當然刪除更是 所以如果可以加入輸入防號就可以同任 那這真的就是太方便了 日後我們要進行一些短暫的同樂計畫 相對來說就會很方便 期待趕快更新啦 好的以上就是這一次新賽季的更新回報 後面如果還有其他的更新 我們也會盡快通知大家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一次的更新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給我們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 請給我們一個讚作為支持 感謝大家的收看斯普拉若芝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